大家都知道市場界一直都面臨很大的 對自信的挑戰 通過這個比賽 我覺得是給了整個業界好的學習機會 跟學生去學習 很多時候學生都未必了解行業的問題 但同時間通過這個比賽 可以鼓勵到學生去思考他日常的生活 如何去作出改變 但同時間又是給了業界一種的inspiration 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可持續發展是幾方面 第一是經濟效益方面 第二是環保 第三是社會責任 參加Fashion Futures做評判 很明顯第一年和第二年有很大的進步 今年聽到所有的項目都實際很多 和明白市場很多 所以我們的學生都越來越了解我們現在的挑戰 比較去上一年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人真的當一個business 來做了projections on income 或者projections on course 都想得很詳細的 還有很多idea 其實五個是完全叮咚碼頭的 我們做 judges 的時候 給點分都咬得很緊的可以說 Winning Team goes to Group4 So Team from Scam Winning Team今天是做一個 blockchain有關的 platform 我覺得這個有兩個好處 一來是 consumers可以更了解 其實在整個行業裡面的透明度 究竟你的材料和 supply chain是怎樣的 第二個好處是很多大品牌 當你有一個這樣的瓶座的時候 是更鼓勵它去思考自己的 supply chain 應該怎樣可以更 transparent 和更 trace 它們都是一個很特別的idea 特別是將一些 整個 fashion chain 特別是它們 提供了一些小的 sustainable pressure 這些公司開始 我覺得這個 approach是對的 如果是這個開始了 的話 拿到一個 general public awareness 令到它們更加是 可以認識 可否準確一下下部工作 會更加好 我們看了一些問題 在面對着髮型的確保障問題 然後我們在找到這 我們有所謂的問題 我們要求去看 一些方式來確保 因為這就是一些 有關於技術的發展 目前的技術和新闻 但是我們也有看到 是它們很難以來 而且可以更難 所以我們想做 一種個普通消費 我們想來解決 一種普通消費 的人可能不太認識 Blockchain as much as we do or certain other people so we wanted to help fill that gap with Visual Blockchain. They've had some struggles with actually implementing the platform but we think that our idea would work better because we want to do it on a more simple scale and start small. Stay tuned for the Fashion Summit in Hong Kong!